在美国 有车主开车时使用自驾功能 结果发生了致命车祸 当局已经对车主所驾驶的特斯拉Model S车款展开调查 事故发生在今年5月 一辆特斯拉Model S汽车行驶到一个十字路口时 撞上了前方一辆正在左转的重型卡车 美国电动车厂特斯拉表示 卡车较高的车身 特殊的道路位置 加上当时阳光非常亮 自驾系统和司机都没有注意到卡车白色的侧方 因此没能及时刹车 这是特斯拉汽车自驾功能启用后首次发生致命事故 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将针对事故发生时 汽车的驾驶辅助功能设计以及性能进行调查